我看到的喝红茶绿茶 喝出问题的人几乎没有 我看到喝出问题的全是喝普尔茶 我碰到最多的长神经瘤 我们北京一企业家长鸡蛋那么大的在额头这 他是普尔茶的极品发好友 他一喝普尔茶都五十年一百年那么喝 一次都喝好几万几天 我后来专门问云南的大师 说普尔茶没问题 人心有问题 好多商人为了多卖钱了 他给你速成发酵 发酵过程本来是很复杂的 很快就发酵完了 杂菌重生 这种茶天天给你喝 这是在发酵吗 能闻一下吗 这中间你看他这也是都发起来了吗 你们是专门发酵还是卖你的 发一个堆子多少钱 帮发了 不帮发我们发自己 所以你们四九品牌去卖 没有我们就卖小肠 发酵什么 没有 大师的发一个真的要请发的 这我闻好像有一点土味啊 一点 这是霉味 霉味是吧 哇当心这个 这个霉味重 后面就没有了是吧 发出来就没有了 没有几道五 后面本身是香味的 终于理解这个 五六色什么样 它硬成这样也不翻吗 现在就没有了 真的没夸张 眼泪水都出来了 大家平时喝的 俗谱 大部分都是这种 所谓的俗谱不好喝 有什么仓味 没有青铜的预想 这样发它能没有味吗 关键行业里面认为发酵 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大部分人都是这种认知 觉得发酵特别 核心是认知 这个堆位好重 而且这个霉的颜色 维六色的 各种颜色都有 直播以后这些茶最好卖的 某海的台地产就涨价了 只是它没涨价 但这种茶喝出去之后 喝到嘴里 大家就不会觉得舒服好喝了 关注有收获 点赞刘鱼香